6月在宜蘭新開的梅花鹿場 這是6月在宜蘭新開的梅花鹿場 遊客來到可以買點食物去餵梅花鹿 一共有28隻這麼多 不過記住餵牠們的時候 只可以摸頭 不要摸牠們的屁股和腳 勃仔 原來的面積不算大 有限制人數 每次最多只可以有70人 我們唯一可以引導鹿的方法 就是用食物 歡迎 一早來到 綠仔已經非常餓 馬上搶食 除了木草 綠仔最喜歡就是吃紅蘿蔔 一邊吃一邊拍 很輕易地selfie到 原來綠仔不吃口水嗎 如果前一隻碰過 另一隻就不會吃 現在我看到有很多綠仔 坐在樹下 在外面洗澡 原來還有個小雙幼 可以盡情打卡 另一邊有cafe 綠仔衣園圖 當然是到自己的衣圖 梅花鹿玩完了 臨走前還可以來這間 鹿主題的手信店 有飾物 家品 還有文具 一定會買到破產 開幕期間人潮洶湧 建議上網語一定 不要撲空 下廣洞 小心 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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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鍋